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九篇第二十七章 圣之不无 石丰雄他的师父是掌控周围十亿公里范围的世界主 思勇 就算在强者如云的雪落世界 一名介主依旧是很可怕的存在 石丰雄拜祷在思勇门下眼界高的多 一眼就明白眼前这个神秘高手 是个在空间本源法则方面很有成就的天才人物 竟然能够施展出上百个幻身 仅仅宇宙级九界就这么厉害 实在太 石丰雄明白 这样的天才如果被不朽神殿发现 一定会当成绝对的精英去培养 可惜他是敌人 敌人越可怕就要越尽早的消灭 石丰雄站在原地 手持双锤一动不动 而施展开近身战密法乱空杀的罗锋 不由得惊议 他毕竟是御主其二级 单凭纯粹的强大元能爆发的速度 在我这招之下 很有把握能保住小命 怎么一动不动啊 疑惑的同时 罗锋心底也生起一丝警惕 上百个换身刀法都凌厉诡异 配合那弥漫开的金色领域 阴影令整个空间都随着那刀法起舞 瞬间一抹抹刀光 仿佛是构成整个空间的架子似的 拖着整个空间 直接压迫向那石丰雄 压迫同时 空间在缩小 一道道刀光也在缩小 当石丰雄被困住 就仿佛被困在一个小房子里 被大量刀光叫杀 石丰随笔上密法没有名字 乱空上是罗锋自己编的一个名字 哈哈哈哈哈哈 大笑声响起 石丰雄站在原地 仿佛在欣赏着罗锋的表演 起 石丰雄嘴角泛起一丝笑意 同时在他身体周围 悬浮起密密麻麻的弧形暗器 最起码数千枚暗器 密密麻麻将石丰雄包裹 每一名暗器在雷电照射下 都闪烁着冰冷的金属光泽 那弧形的刀锋 让人心寒 什么 洛锋脸色大病 本想靠速度虐杀对手 可是和念力兵器比速度 那是找死 去 石丰雄一挥手 顿时漫天的无数忽形暗器 朝四面八方疯狂射出去 虽然百线流生法很惊人 让人无法辨别真身准确的位置 可是当无数暗器肆意的蹦射时 那就糟糕了 虽然因为数量多导致威力差 可对方是御主级二戒 任何一枚暗器都能击杀普通宇宙级九界的实力 当当当 坑坑坑 罗锋身形 缥缈诡异 可奈何暗器数量实在太多 手持六楞盾牌连续挡下数十枚暗器 虽然卸掉大部分的力道 可依旧影响到生法 哈哈哈哈哈哈 石丰雄的笑声还未落 其他飞舞的暗器 立即全部转弯 同时朝罗锋呼啸而去 数千枚念力兵器 暗器同时飙射而来 空气都震荡 炸裂开来 而罗锋脸色一沉 双眸冰冷的看了石丰雄一眼 一股无形的意识微仰 猛的直接撞击在石丰雄的意识上 嗯 石丰雄 只感觉头脑一疼 原本被意识操控的数千枚暗器 顿时没了操控 没有了念力的帮助 那些暗器在强大空气阻力和惊人的引力下迅速衰弱 而且这些暗器依旧顺着惯性往前射去 令罗锋得以轻易的躲开 能随时变化方向的暗器 可傻傻的一直往前冲 当然是后者更容易躲 罗锋躲开暗器 罗锋冲向石丰雄 死吧 罗锋已经到了石丰雄的眼前 手中的血影战刀化为了一道无比摧残的刀芒 直接斩向石丰雄的胸膛 杀宇宙级和杀预主级是两个概念 从学徒到宇宙级 灵魂都是一定在世海中的 所以植乳芯片最高可以控制宇宙级强者 奴隶贩卖最高是宇宙级奴隶 而预主 灵魂则是在起点中 这起点 又名命合 例如罗锋 他的起点和圆核融合为一 导致他的圆核无比的坚固 将来要突破圆核的稚固 非常艰难 杀预主就必须毁掉那命合 可是命合可以存在于身体任何一个部位 可以在头部世海中 可以在丹田中 甚至可以在手臂胸口等任何的位置 所以杀预主首先得确认那命合在哪里 之前意识轰击 令罗锋确认了位置 登 一道金色流光 撞击在罗锋的刀光上 糟糕 罗锋脸色一变 便看到那阴沉似水疯狂无比的石锋雄 自己的意识算是预主巅峰 而石锋雄也是预主其意识 虽然比自己弱很多 但毕竟都算是预主其 以此意识维亚撞击 仅仅起到瞬间影响作用而已 意识维亚 最有级别相差极大事 效果才明显 哼 石锋雄怒视着罗锋 同时在其身体周围环绕着三道金色流光 同时攻击向罗锋 真痛苦 武者碰到精神念师 本来就吃饼 而且还是碰到比我高尚几件的精神念师 罗锋经理明白 取胜不了了 再强的法则感悟 再厉害的身法 在满庭盖着的各种念力兵器攻击下 或许还有取胜的希望 可假设对方比你高成几件 还怎么斗 就算精脚巨兽 在没修炼本尊天地等诸多秘法时候 单凭天赋 也就能和高三界平一平 横扫高二界的人类舞者而已 三道金色流光 快如闪电 罗锋速度再快的躲避不开 一道金色流光 瞬间从罗锋的喉咙穿过 射对穿 同时凌厉的气静 瞬间将罗锋头颅 搅成叫火 扑通 罗锋倒下 好可怕的意识 他 他到底是谁 意识比我还强大 而且法则感悟也这么高 十凤雄走到尸体前 看着眼圈的尸体 惊叹不已 可惜啊 一个宇宙级九界 竟然敢来杀我 真是找死了 我看看到底是谁 随即心意一动 揭开那战盔的面罩 面罩往上顶起 露出了一个青年的面容 你好 青年突然睁开眼 眼眸中有着一丝怯意 呃 十凤雄瞪大眼睛低着头 他的胸膛 已经插入一柄战刀 战刀直接刺在他的命盒上 可惜他的命盒 只是普通人类命盒 根本没有金角巨兽那般变态 其实无数人类的命盒 都是很脆弱 他们怎么能跟天生 就有体内世界的金角巨兽比 金角巨兽一主席 体内世界长宽超过十万公里 比地球都大得多 而人类普通玉竹级 才刚刚开始孕育体内世界 真正诞生体内世界 是要等到戒逐戒的 承载那么庞大的体内世界 缘合能不坚韧 玉竹级六界的金角巨兽 他的缘合 就算玉竹级六界的高手来攻击 都很难破开 就如当初红雷神 进入金角巨兽体内 燃烧灵魂用长枪 战刀攻击圆核 都没能破开一样 戒主巅峰的金角巨兽 依旧是戒主当中 堪称无敌的存在 奈何 任凭他有三大天赋秘法 凭借他有传承技艺 可是上天待你再好 总会给你设置难关 这也令一代代金角巨兽 很多都卡在 戒主巅峰 无法突破 你 吃风雄瞪大眼 同时整个身体一软 直接跪倒在地 胸口鲜血 滑滑往外流 你站到我面前 没丝毫戒心 瞬间我出手一刀 你连反应都来不及 罗锋站起来 喉咙已经没有丝毫的伤痕 同时盖上一面罩 唯恐泄露身份 影响到那不那可父子 面罩露出的双眸 看着十风雄的尸体 不怪你 恐怕没几个人能够想到 一个宇宙级 四海都被完全毁掉 还会不死 罗锋看着眼前的尸体 微微地摇头 本来是不想利用一些特殊能力 来杀死对手 想靠宇宙级九界水准来斗一斗 不过没想到 这位十风雄 竟然为精神念师 自己最后这暗杀 实在是有点 胜之不武 可惜呀 我没带眼神兵来 如果眼神兵在手 实力足以飙升数倍 几下他就有把握了 罗锋摇头 我这地球人本村 的确不适合搞静神战 随着罗锋蹲下 迅速查探着十风雄的尸体 寻找自己的目标 空间储物器具 就是他了 罗锋瞬间发现 十风雄腰带上 镶嵌的一块装设挂牌 直接将那挂牌拿下 这金属挂牌 正是空间储物器具 希望有雪落精 越多越好 罗锋念礼 瞬间凶猛钻入其中 开始探索起来 此刻 宫殿周围一公里 范围内一片狼藉 宫殿破碎 周围的狼台断裂 一座座楼阁化为废墟 特别是在那最中央 还有一具尸体 十风雄的尸体 以及从尸体上 拿下怪牌 冷漠站在那的黑甲武士 不错 罗锋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有两颗雪落精 十风雄曾经融合过一颗雪落精 但想方设法 弄到另外两颗雪落精 就是妄图有一天 能够成为雪舞者 后来偶然多得到一颗 这才给了他弟弟 十风湛 杀人约祸 够冷的 够狠啊 一道冰冷的声音 回荡在天地前 罗锋转身看去 半空中 正站着两个穿着 银灰色制服战甲的身影 那二人的脸色 都极其的难看 说吞噬星空第九篇 第二十八章 神殿使者 深夜时分 纯宇家族 那座紫阎沉默的三层楼阁内 纯宇陶正搭来着眼皮 盘旗静坐的 心中确实暗自思讨 消息不会错 不朽神殿的两位特使 就在雁刚城 不过 是风雄那个混蛋 却根本不可能给我引荐 真是麻烦啊 到底怎么才能 跟那神殿使者联系上 轰 一股狂暴气息 猛着从东北方传来 令原本搭来着眼皮的纯女头 猛着抬头 双眸直接朝东北方看去 两道目光 化为两道光珠 直接将楼阁东边的关闭的窗户 给直接红成粉碎 露出了远处东方的美丽景色 足有一功力高的雷电光球 正毅力在城主覆处 雷电霹雳 电手舞动 这一幕 令纯宇陶大吃一惊 不单单是纯宇陶 整个燕钢城 很多人都惊呆了 因为燕钢城内 并没有一功力高的建筑 所以 当成雷电光球出现时 特别是在黑夜中 这雷电光球格外显眼 几乎上百公里范围内 只要视线没有遮挡物 几乎都看到了 怎么回事 石峰熊那个混蛋 怎么释放领域了 遇到什么高熟了 淳宇陶一惊 猛着从屋内冲了出去 站在半空中 摇看东北方 淳宇陶脸色不断变化 这燕钢城到底 谁能够让石峰熊这么拼命 没其他领域级强者 而且有两位神殿使者在 谁脑子被抽了 这时候杀过去 难道 他跟神殿使者斗上了 神殿使者的实力 淳宇陶不知道 想当成神殿使者 必须是领域级 至于领域级出其中其后其 巅峰 不清楚 小心点 便把我给陷进去了 淳宇陶 小心翼翼的飞过去 却也不敢释放一丝的气息 唯恐对方 将他当成敌人 他必须小心 因为他淳宇陶没背景 没后代 他一死 淳宇家族就完蛋了 老而不死 视为贼 淳宇陶可很清楚 保住小面的重要性 其实 罗锋和石峰熊的战斗 到了他们这个层次 一两秒 便能瞬间交手数十次 整个战斗从头到尾 包括最后罗锋的一刀刺杀 耗费时间最长的 反而是罗锋最后的一刀刺杀 因为要等到石峰熊走过来 整个战斗 也就数十秒钟而已 空气炸裂 雷电四射 气净乱飞 金色气浪耀眼 那些豪盛的楼阁 花圃直接被轰击的 炸裂满天飞 整个城主府都陷入 无尽惊恐当中 而淳宇陶却是 悄悄潜伏过来 因为小心谨慎 当他躲在破烂的倒塌宫殿后 朝远处看时 这时候罗锋正在去拿 空间储物器具 空间储物器具 春雨桃立即眼睛红了 石峰熊的无数宝贝都在里面 哈克是那世界主宠溺的徒弟 而且当了城主 肯定唠叨不少 怕所有的宝藏都在里面 而且这个黑家人似乎 气息并不是很强大 敢不敢 春雨桃咬牙切齿 死死盯着远处的黑家人 迟疑 犹豫 敢 春雨桃眼睛一红 这个时候不冲 什么时候冲 嗯 刚要往外面冲 春雨桃感应到 两股庞大气息迅速降临 不由转头看去 只见夜空中 正站着 两银灰色的身影 可那二人身上 穿的银灰色战衣 却是不朽神殿 特使身份的象征 特别是 那散发开的可怕气息 更是让人心悸 好强啊 这二人 都比我强 春雨桃脸色顿时大变 这二人估计都是 淋浴机巅峰啊 之前的贪婪 瞬间被吓回去了 我看看 看看 还有没有得到 好处的机会 春雨桃收敛气息 躲在哪儿 实力达到领域级 体内核心 就是那命核 气息就可以 完全收敛入其中 外界根本无法探测 就好像一些仪器测试实力 最多能够精准测试 学徒级 宇宙级 这与御主切主的实力 是无法准确探测的 除非对方 主动释放气息 好强啊 春雨桃眼角肌肉直抽搐 穿着黑色战甲 脚踏战靴 戴着战盔面罩 罗锋堪称全副武装 这两人 罗锋抬头 看着天空中 悬空而立 穿着银灰色战衣的二人 这二人显然很是愤怒 主动爆发开的气息 让人心惨 最起码 是御主级七八戒 甚至 有可能是御主级九戒的实力 有点麻烦 是的 仅仅只是麻烦而已 罗锋一直不想使用磨砂族分身 仅只是想用磨炼自己 可是一旦受到生命危险 谁很傻乎乎的送死呢 以磨砂族的实力 特别是那变态的空间法则能力施展开来 想逃命 这二人根本不可能挡得住 两位 一定要动手 罗锋看着天空中的二人 呵呵 你都杀了我师弟 难不成 还要我放了你吗 夜空中 那长相俊美的中年男子怒喝着 夜空中的不朽神殿的两名特使 气息强悍可怕 没想到会是这样 旁边另外一名男子传音道 刘兄 很抱歉 我也没想到发生这种事情 老莫不怪你 我也大意了 俊美男子暗恨 这两三天 他们被石风雄招待得非常好 特别是今晚 更是请到了传说中的 恶魔海中的鱼美人 专门来给他们唱歌 服侍旧亲 这鱼美人是属于雪落大陆 最最顶级的女人 她们可以化去鱼尾 变成人性 碰水后 又能恢复鱼尾 且各个唱歌无比的动人 那绝对是享受 然而 鱼美人 却仅仅只有恶魔海才有 恶魔海 属于雪落大陆上 一个非常可怕的区域 想要活着鱼美人很难 所以 一名鱼美人 在雪落大陆上 是遭到很多 全市人物追逐的 他们是神殿特使 平常在神殿哪有这么逍遥 这次看到鱼美人 当然不会介意 潇洒舒适一番 他们二人 正舒适逍遥得很 忽然感觉到 远处爆发出强大的气息 当时 他们根本懒得动 而且也很相信 在这一方世界范围内 恐怕还没有谁敢招惹 世界中私庸的徒弟 石丰雄 相信石丰雄能解决 可后来感觉远处气息 太过强烈 强烈的过了头了 呼鸣声爆炸声 惹得这二人不爽的 离开了床 出来看上一看 带着他们到 石丰雄已死 成主府内 气氛一下子变得阴触戏发 你们不是我的目标 我懒得杀人 别逼我出手 罗峰看了半空中 二人一眼 直接一脉步 冲天而起 想逃 半空中的俊美男子 怒吓一声 同时传音给旁边的特使 老莫 他杀了我师弟 这事情就交给我 你帮我看着 我担心这小子 有什么突然风法逃掉 你注意着点 别让他逃掉就成 九兄 交给我 你放心 莫特使点头 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这几天被招待得很好 石丰雄死了 莫特使当然也想出出力气 罗峰冲天而起的同时 发现那位精美男子 一脸煞气破空而来 不由眉头一皱 真是逼我 既然你找死 那那我就送你去死吧 体内世界的磨砂 族分尘 已经变得和外面的罗峰 一模一样 而且 也拿着血影战刀 穿着战甲 这战甲 血影战刀盾牌 在虚拟宇宙公司 都算不上什么高等兵器 都是为了来雪落世界 临时定制的 因为很廉价 所以当时一口气定了十套 唯恐啥时候坏掉一套 可以有时候补充 切换 罗峰星移动 爽 外界中的罗峰 地球人本尊 和体内世界中的 磨砂族分身 瞬间切换 地球人本尊 进入体内世界 而磨砂族分身 却是来到外界当中 这种瞬间切换 加上罗峰在急速飞行 根本看不清什么变化 嗯 气息收敛了 迅速追来的尤特士 察觉到黑甲武者气息 从宇宙级九界瞬间 完全收敛 感觉不到 我是领域级巅峰 除非他是世界级 否则他必死无疑 尤特士手中 突兀出现一柄战刀 整个人瞬间 就追上黑甲武士罗峰 传言怒喝道 你真是胆子够肥的 在这一方世界 只有我们师兄弟杀别人 还从来没有过被欺负到头上过 去死吧 轰 摩沙族罗峰 嘴角泛起一丝笑意 那种无比美妙和宇宙空间 就仿佛鱼儿在水中游 婴儿在妈妈怀中一般舒适 那种几乎完全一体的感觉 令罗峰清晰感应到后面一股 无比狂暴强大的气息杀来 估摩着还真是御主其久戒 摩沙族罗峰咧嘴 冰冷一笑 宇宙中的最强暗杀族群 被和我钻研 九语混沌碑的成就 就让你瞧瞧吧 摩沙族罗峰 闭着眼 那股凶猛气息狂啼而来 当那气息已经快到的时候 唷 犹特使双某满是杀意 手中快如奔雷 迅猛无比的战刀 直接将眼前的黑武者 一刀劈成两半 可一劈下他脸色顿时大变 不对 被他劈下的黑甲武者 没有鲜血 甚至于没有尸体感觉 此刻正在缓缓消散 在哪 这么快的我都没感觉到 犹特使惊恐万分 刀兄 他在你后面 惊恐焦急的声音 传入犹特使的脑海 犹特使猛的掉头 只见在他后面 正站着一名黑甲武者 正看着他 同时一道刀光亮了起来